你要提唷 嗨 大家好 我是JoJo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剛來台灣最不習慣的五件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第一個就是台灣人很愛講 對呀 對呀 回答問題的時候回答對呀 我不會覺得奇怪 但奇怪的 有些人特別喜歡在自己講完一件事情之後 後面補一句 對呀 比如說我問他你今天吃什麼 他就會回答說 我今天吃薑母鴨 對呀 嗯? 我一開始就很想知道 為什麼後面硬要補一句 對呀 但最後也沒有找出答案 後來差不多在台灣在超過一年的時候 就有點習慣這種說法 不再有疑問了 是這樣就是這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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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點就是超多飲料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會走在路上常常看到 亮亮的招牌 差不多都是飲料店 來台灣之前會聽說 台灣的便利商店超多 很方便 但發現飲料店 比便利商店還要多的感覺 然後台灣人真的真的很愛喝飲料 當我在實習的時候 大家會一起去吃飯 吃完飯一定會有一個行程 就是一起去買飲料 有時候甚至早上會有一個 學姐送你喝飲料 然後中午還會再去買一杯飲料 真的很誇張 再來下午又有學長送一杯飲料的話 哇 在台灣一日一飲是標配的感覺 後來我也想要成為標準的台灣人 漸漸的走進這個軌道 然後不知道實習胖了幾公斤 好 接下來就是第三點 打招呼 我一開始來台灣上大學的時候 就很不習慣這件事情 是不習慣跟學長姐用揮手的方式打招呼 也是因為韓國很注重 長輩文化的關係 所以在韓國 見到長輩或學長姐的話 就會 鞠躬啊 行李之類的 像這樣子 你要貼唷 可是在台灣這樣做會很奇怪 大家都會揮手打招呼 嗨 結果只有我在點頭 嗨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很常發生這種事情 在學校 很多人一起走路的時候 看到學長姐 大家都這樣 嗨 只有我在那邊 學長好 然後左看 右看 假裝沒事 起來又say hi 這樣子 一開始很好笑 學長姐也可能不知道我在幹嘛 這個後來有慢慢改善 有比較自然的跟學長打招呼 都會用揮手的 嗨 嗨 嗨 但是到現在都沒辦法習慣的 就是跟大我很多的人 用揮手的方式打招呼 特別是教授啊 或者跟我差年齡20歲以上的人 我真的沒辦法跟他 說嗨 這個我真的完全沒辦法 第四個 就是垃圾車 剛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想說為什麼會很常聽到 嗨嗨 Dol Bow 的聲音 後來才知道那是垃圾車 就很驚訝 首先第一點就是 為什麼會有垃圾車發出聲音 第二點 就是為什麼要等垃圾車過來 再丟垃圾 在韓國白天基本上會看不到垃圾車 因為韓國的垃圾車基本上都是 晚上十點到隔天的半夜 執行清潔的工作 所以很少会看到垃圾车这样子经过 然后韩国的垃圾收走的方式会比较特别 像台湾是买垃圾袋 装好垃圾 要在指定的时间 等待垃圾车 但是韩国的话 就是去便利商店买指定的垃圾袋 然后把垃圾装进去 绑好之后 只要放在规定的地方 就会有垃圾车收走 规定的地方是指 自己的家前面 店面前面 或者建筑物旁边的空档 但要注意的是不能放在道路上 就这样 只要放在规定的地方 时间到了就会有工作人员来收 就这么简单 我一开始住外面的时候 超级不习惯这个机制 每次没有抓好时间 或是忘记时间 就没办法丢 就会堆满一堆垃圾 然后要丢的时候 就会拿五六袋这样子 一起丢到垃圾车里 久而久之就有点习惯了 因为把垃圾车会来的时间 都记为闹钟 就完全不会忘记 yes 好最后一个 就是同性恋 我在韩国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同性恋 也很少听到或讨论到这件事情 但是在台湾 很常会在路上看到两个男生 牵手牵很紧啊 或者是骑机车抱很紧之类的 我看到之后就觉得 哇 台湾真的跟我听说的一模一样 超开放 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向 超级棒 不需要被歧视 应该是说没有人会用异类的眼光看待 像是韩国的话 就不会这么开放 也没办法这么的自由 会因为别人的眼光 也很难直接出柜 自然而然 就会很难找到另一半 这样长久以来 可能会对同性恋的朋友 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 欢迎同性恋的朋友来台湾 鼓掌 耶 叹 对就是我一开始 没有很习惯看到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但住久了之后 也就慢慢习惯了 看到就看到也不会怎样 对啊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我来台湾最不习惯的五件事情 我来台湾 已经快要进入第六年了 所以前面讲的这五件事情 我已经习惯的差不多了 现在的我 已经完全融入台湾 成为99%的台湾人 对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假如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掰掰 好像比便利商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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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吗